一百一十二年 晶圓盃全國柔術排名 暨國手選拔賽 八月六號在臺北體育館盛大登場 隨著賽事進入第六屆 臺灣柔術在國際賽場上能見度也越來越高 打破許多人對柔術的刻板印象 分為琴技、對打、格鬥和演舞等四種比賽項目 通過比賽畫面可以看到 琴技就是大家熟悉的地板較量 對打則是加入了點到為止的清接處 以得分為目標 不會貫穿的攻擊手段 但格鬥的項目就刺激了 真的是以造成傷害為目的的全接觸攻擊 搭配地板跟摔的較量 最後煙霧的部分則是類似表演性質的套招對打 等於是單一柔術的大主題下 就有許多不同性質的比賽模式跟風格 加上兒童、青少年、青年和成人的 分組模式再搭配上不同段位 甚至協會為了推廣柔術 還增加了白帶的賽事 給初學者也有上場比賽的經驗 讓金元杯現場熱鬧非凡 除了有各路好手爭取國手資格 像亞運國手位居正一樣踏上國際舞台 更有大朋友、小朋友分頭切磋 享受柔術的禁忌還有樂趣 我來推台 綜合報導